是紫薇斗數裡面 命牌裡面最大的貴人心 所謂的 基本上來講就是等級特別高 我舉例比如說總統啊 有力人士啊 非常有名的人啊 所以 在簽一個就是我出去的時候 很容易遇到這樣的人事物 阿美老師什麼紫薇命格的人 一路上都有貴人相處 然後也拜託阿美老師 從紫薇看一下 智豪啊 他什麼時候他的流年要開運 為什麼 請 真的要講是不是 可以啊 可以 我等一下再來幫智豪看一下 是 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題目叫做 哪些命盤上的組合呢 會有一些貴人相處 我們今天看到的公位 是命公跟遷移公 所以麻煩兩位來賓 就是智豪跟方琪 幫我找一下你們的命公的位置 像方琪在左上角 智豪是在上面 上面一格 對 然後有個遷移公 還有一個遷移公位在下面 對 就是在斜對角 像方琪是右下角 然後智豪應該是正下方的那個位置 對不對 好 命公 遷移公代表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的命盤上面 我自己本身 都會吸引貴人來幫我 命公叫我天生 有沒有人在我旁邊 遷移公叫做我走出去 舉例我去社交場合 我去工作 或是我去交朋友的時候 我很容易 遇到有沒有人來幫我加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榜的前三名呢 貴人運勢會是最強的 但他有各個不一樣的貴人 所以大家可以幫我看一下 你看來賓你們有沒有上榜 如果沒有上榜呢 我們再來幫你們看一下 是出了些什麼問題 好來我們先看一下第三名 來如果你的第三名 你的命公跟遷移公上面有左斧的話 兩位來賓剛好都沒有 來左斧這顆星呢 叫做額外多的貴人 所以額外多的貴人叫做 會有額外的人幫 舉例啊協助你做一些什麼事 多一些什麼事 給你一些提點 所以左斧叫做 額外會多一些緣分 也叫做桃花性非常重 所以桃花性非常重就是 我出去 別人就自然來很愛我 別人自然來會接受我 甚至別人會覺得 跟我來講是一個加分 所以左斧如果在命公或遷移公 都代表說 外面的貴人一定會特別強 這是額外加分的特點這樣 OK好 再來一下我們看一下第二名 來第二名是我們的天月這顆星 剛好方琦這邊有上榜 方琦在命公本身有天月 我先來特別講一下方琦的命盤 天月這顆星呢 是屬於女性的貴人 所謂的女性貴人叫做 而方琦是放在命公 她媽媽媽就是她的貴人 也就是說方琦的日盤顯示 是我自己本身旁邊會有女性 或者是晚輩 甚至是我的朋友 對我來講天生的加分很大 也就是說旁邊會有特別多人幫我 所以像方琦出現在命公就代表說 從小到大 他旁邊的人都很幫你加分 包含比如說媽媽的部分 或是女性貴人的部分 或是在上司裡面有女性的特質來講 對於方琦來說會特別加分 所以如果在命公出現 就是說我很容易 比如說我要選擇男性跟女性合作 我就會建議方琦說 你要去跟女性合作 對你來講會有比較好的特點 那天月本身如果在命公出現 叫自己的個性特質 容易吸引到女性幫忙 所以方琦其實是一個自己內心特質 很想要守護身邊的人 天月其實是一個會默默觀察 內心有想法 但會不敢說出來的形象 也就是說就很奇怪 天月是一個為什麼得人疼 因為他會站在別人的角度下 他會覺得我現在講出來 但這事情沒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做得不錯 但是我覺得我講出來這件事情 好像不會讓他感受比較好 那我自己感受比較好 那我乾脆就縮回來 所以方琦的個性其實是一個 默默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但是自己可以慢慢累積自己的能量 但那個能量不會特別是 負面的量去散發給別人 反正自己會默默吞下來這種特質 所以天月其實是一個個性 特別好的一個形象 所以在命宫天生女性貴人的意象 就特別重這樣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命宫 第一名 我看到第一名 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天葵這顆形象 來 我們要命宫跟牽移宮吧 要嗎 智豪這邊是牽移宮吧 智豪這邊的話是牽移宮上面有天葵 天葵是紫薇斗樹裡面 命牌裡面最大的貴人心 所謂的天葵呢 基本上來講就是等級特別高 叫權貴 我舉例比如說總統啊 有利人士啊 非常有名的人啊 所以天葵如果出現在牽移宮 意思很簡單 2024我等你 出來參選也可以遇到 很容易遇到這樣的大人物 所以天葵如果在牽移宮 就是我出去的時候 很容易遇到這樣的人事物 代表我身處的環境都是這樣的人 那當然智豪就不用講 它的環境背景 就是旁邊都是一些比較高 比如說演藝圈有名的人啊 旁邊都是 比如說真的 我就是身邊那些的 就是那些生意人 或者一些比較頂端的人 我都覺得自己怎麼會跟他們是朋友 對 就很正常 就天葵就是 千雲宮是我們出外社交 以及外面會遇到什麼樣的環境 對 所以你在整個環境裡面 就發現 我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這些人都會出來幫我 而且我很自然的 剛剛有長輩員 對 就很自然的出來就有長輩員 而且千雲宮也是一個社交的位置 也就是說天葵在外 叫天不怕地不怕 所以智豪本身在外面 對 遇到任何人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其實我不擔心這件事啊 我不害怕這件事 我會覺得說我出來遇到任何人 我都可以坦坎而坦 我們來請教一下阿美老師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願意一手扛起家人的債好了 好 來 我們今天的紫薇題目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願意一手扛起家人債的紫薇命格 這個題目聽起來好像很沉重 不是說等一下上榜的心象 就是你家裡一定有債 它不是這個題目 它的概念是說呢 等一下進榜的前三名呢 在你的人生當中呢 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都可以願意承接任務 承擔責任 你不會逃避 也就是說 等一下上榜的前三名呢 在過程當中 是有滿滿的愛的 就不管你是在付出 你是在做這件事情 或是你在跟家人做連結什麼 就想要把這些東西給承擔下來 所以是一個不會逃避責任的前三名 那我們看的公位呢 是命公跟福德公 所以兩位來賓可以 讓我們看到你的命公跟福德公的位置 對 命公跟福德公 聖美姐是在左邊嘛對不對 對 命公跟福德公 對 然後拉拉的是在左下角對不對 然後福德公上面 對 好 觀眾朋友幫我們看命公跟福德公 等一下你放上榜的聲音 要幫你們解釋一下 然後看一下來賓有沒有上榜 如果來賓沒有上榜 我會特別解釋一下 你們可能在家人這塊方面 你的連結跟心理想的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名 來 第三名是我們的天良這顆星象 天良這顆是天生的老人星 而這顆老人星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總是有一種成仙起後的感覺 我們說老人星的特質就是 我們說很像班傑明的奇幻女成 一出生感覺就特別的老成 所以天良可能在小學或國中 我都覺得說 我覺得我有那個使命 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而天良又貴為我們叫父母星 所以在心態上面 天良如果在福德功或命功出現 都會解釋說 天良的人在面對到事情的時候 會覺得說 事情來了我就做 做完了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天良其實有點傻的原因是因為 天良不會逃避責任 而你在命功叫做事 在福德功叫做我心裡想 我覺得我絕對不要逃避 他會覺得我如果放掉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天良的人 如果你家裡比如說出現變故 或你家有這些狀況 天良就會覺得說好 那這時候身為我的價值就來了 所以天良有個很妙的點就是 如果眾生都很苦 那我一定要變成那盞明燈 那被家人的話就變成這樣了 家人就變成說 如果大家都倒了 那我一定要站在中間 屹立不搖變成那根柱子 所以在天良裡面 我們那個良有良柱的含義 所以看來 我要撐在那邊 所以我絕對要能夠照顧身邊所有人 屬於這樣的性格 所以像雅蘭姐的福德功是天良 就代表說 這是我的福法 對他就是我一定要 能夠把它撐住的這種感覺 對所以誰在天良旁邊都非常舒服 你會發現天良會把身邊人都照顧好 會有他的方式去扛下這些東西 剛剛都有吃餅乾 有 OK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名 來第二名是我們的天輔這顆星 如果命功跟福德功有天輔的 是吧 篤林跟命功天輔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 你也有 拉拉的福德功是天輔的 天輔這顆星呢 就是一個所有星象裡面 最古板的星象 天輔會古板 我所謂的古板概念就是 最一步一腳印 事情就是這樣 我可以在外面做的 讓別人都看到我 但是實際你要我做選擇的時候 我很怕 比如說 這個東西 我沒有把它穩定的踏實好 舉例 我要付出一百塊 我皮包裡面一定要有一千塊 我才願意付出一百塊 是真的真的 天輔是一個對於這些事情 非常小心翼翼的人 天輔覺得 任何事情的出去跟回來 都要先有一個保障 所以天輔是一個很保固自己的人 但是天輔有個性格是 他放不下身邊的人 所以如果家人是一個 有需要幫忙 或需要做些什麼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能夠跳出來說 我要把我自己顧好之外 我要讓你們也在我的這個下面 他不會丟掉責任 他覺得你們就是我必須要付出的對象 乾爹 天輔看似很嚴重 乾爹會賭博 而且都不贏錢 你要照顧乾爹 第三名不可能照顧第二名 我必須要說 這時候我們就要幫大家去分一下 命功跟福德功 像篤霖哥跟聖美姐都是命功 命功天輔人都是看似嚴肅 看似很古板 但內心其實有自己放不下的東西 天輔人其實就覺得我還是想要付出 我還是想把自己顧好 像看似把自己顧好 但其實我的顧好是包含了 身邊人也不會因為我的關係 我想要拖累別人 因為天輔有個心理想法就是 我絕對不要變成別人的婦人 我寧願自己爬起來自己變得好 但我不要變得像 好像要施捨別人 或是給別人那種感覺 他不喜歡 天輔是屬於這個性格 但如果天輔在福德功 所以就像拉拉的命盤 拉拉命盤是福德功天輔 而不是命功天輔 就代表說他的內心其實非常傳統 但是拉拉很特別是 他的命功是破君 我們特別解釋一下 拉拉是很反差的 因為福德功的天輔很傳統 那命功的破君是最叛逆的形象 所以他的命盤是非常特別就是 看起來非常叛逆 但是實際的內心非常傳統 也就是說是一個做起來 敢做敢為 我不怕任何事情 但你只要突然 把他的前面那個面具給卸掉 人全部都弄走 你就會發現拉拉瞬間會變成一個 很像一個賢心良母 我覺得就做這樣就好了 然後破君在命盤上的性格就會變成 拉拉正寫著 其實他有時候沒想那麼多 反正做就對了 反正把這件事情扛在身上就對了 活在當下就好了 這件事情完成就好了 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因為破君是一個做一步 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不想讓自己後悔 所以做完就好了 是屬於這個性格 然後想法裡面又有天輔的想法 所以代表說 天輔本是有個連真 你看這樣你的命盤 天輔本是有個連真 所以跟大家解釋一下連真 就代表說心理想法是 如果這個責任我不把它抓起來 我就覺得我好像做錯了一些什麼 所以其實拉拉的內心裡面 是有某方面的偏執感的 簡單來說 拉拉命盤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命盤 但是是一個任何事情覺得 好啦 簡單看過 但是就做 做了就覺得一切都好的這種形象這樣 所以他命盤上面的呈現 你爸爸一定前幾世有燒好香 做好事 就是非常好必有這個女兒 但是我想想說拉拉在面盤上面顯示 跟他爸爸的關係 其實有點又愛又恨的 我說實話 就是其實 他們兩個有點扯在互相拉扯 拉拉其實覺得有爸爸這個角色 他才有活著的感覺 所以反而不是說他不推開爸爸 而他覺得說在爸爸這個動力 跟這個誘因之下 他覺得說他能有個努力的目標 所以拉拉其實是一個 面盤上顯示 他是一個需要目標的人 也就是他是一個標準 勞碌命格 就是如果我沒有前面這個事情的話 我就覺得我不知道往哪裡衝 所以他現在把自己當作說 我一定每個月都要有這樣的收入 我才有可能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 的這種感覺 所以拉拉其實是一個 會讓人看命盤覺得 其實有點心疼的女生 其實是這個樣子 在女兒上面來講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 紫薇這顆形象 兩位來賓 好嘎嘞 都沒有 好嘎嘞 第一名耶 來來來 第一名 來我們特別要講到第一名 所有裡面呢 在命盤上我們是紫薇斗數嘛 所以紫薇這顆形象 是所有裡面最穩定的 絕對不逃避責任 甚至可以把所有的劣勢 轉成優勢的性格 就是屬於紫薇這顆形象 我以為當劣勢 是那個劣勢 對 所以把不好的東西都轉成正好的 因為紫薇的性格比較偏向 我一呼百諾 我一個人要扛起所有事情 所以不管我再苦 我都要讓別人看到我最好的一面 所以如果你的命功 福德功跟紫薇 你會發現 家人這件事情 永遠是你一輩子 完全無法逃離的過程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欸 那我們上榜的前三名 是不是都很辛苦啊 就感覺好像 我們就必定要做到這些事情 但必須說 這三顆形象 在紫薇斗數的意象裡面 也因為這樣的作為 他們在過程當中 會得到非常多貴人的賞資 也就是說 其實命盤是公平的 不是說 他們三個不會逃啊 所以不會逃最可憐 其實不是 因為你會發現 這三顆形象 在過程裡面 會一直默默別人說 欸 你做到這些事情 那我願意幫你 你有這個理念 我願意幫你 你知道 人只要一直堅持一件事情 旁邊的人 就像比如說 拉拉是他媽媽 或者是他旁邊的人就說 欸 我可以幫助你什麼 甚至是連同學都說 欸 你把他不好啦 就所有人都看 他都覺得 你怎麼這麼簡單跟單純 所以這些形象都是 所以上榜的觀眾朋友 不要覺得 好像上榜很辛苦 我覺得其實 從另外一個層面看 你們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你們學到的經驗 跟你們心理的素質 遠遠會強過於其他形象 這樣子